昨天是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開放進口之後 第一個上學日 各縣市都加強防範 包括臺中 臺南等縣市 都有提供來劑的檢驗試劑 給學校來自主把關 而臺北市則是展開校園肉品專案查核 台中惠文國小的廚房裡 一早就開始忙碌 準備著開放萊豬進口後 學生的第一餐 台中市政府採購萊劑試劑 提供學校隨機抽檢 自主把關 教育局局長楊振生 一早七點也來到學校查驗 確認試劑兩條線 就代表豬肉沒有含萊劑 堅持零檢除 地方的條例是違背了中央 但是我們認為守護孩子 用餐的這個安全是沒有任何的妥協 也不應該有僥倖的空間 我們藉著這個機會來把我們平常常做的這個測試 在村面前再來變變 防止萊豬進入校園 各縣市政府如臨大敵 目前有提供試劑給學校的 包括臺中 臺南 基隆跟彰化等縣市 而臺北市則首創校園肉品專案查核 從四號起普查 不過地方自治條例領檢出抵觸中央法令 部分縣市都已經準備申請示現 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 農品公司時表示 隔一段時間 當大家出驗流域形勢 才是更需要政府嚴格面對的時刻 縱使層層把關 有家長和學校仍然很擔憂 學生可能會將萊豬吃下肚 不過進口商推算 如果一月下訂單 按照國際貨櫃一百天時程去推估 最快四月份 萊豬才有可能進入市面 更有業者預估 今年上半年以前 都不會有萊豬入臺 記者溫振恆 王新中 朋友 萊豬祖珠峰職務其稱 綜合報導